我们今天讲就是说 在理论上 就是失忆 就是 现在讲就是说 鉴定失忆知识分子 鉴定 失忆 知识分子 的 立场 但是往往这些人我们只能接触他在理论所以说我们通过 在理论测 那么这个很简单 这个 要用个相对方法相对位置 核心是相对位置 相对位置 失忆知识分子而且他是 不参与行动的废物 不参与组织行动的 啊 你可以说是就是 喂 你可以说他就是嘴巴选手 嘴巴选手 那么这些嘴巴选手呢我们 我们总要和他们打交道对不对 但是呢 但是你不可能 打了交道之后 这种总要有个起点开端就是一个起点开端的问题 他第一次跟你见面 他总归 没有跟你打过交道 你和他打交道的时候你在一开始你就要 就是说略微有一个鉴定有个初步鉴定所以我说这个是初步鉴定 对他进行一个初步鉴定 啊来避免这个家伙他是不是可靠 对不对 这家伙是不是可靠 这家伙能跟他说什么话不能跟他说什么话 啊这种失忆智分子有的那种 很变态的你知道吗有的有点怪怪的古里古怪的啊 那我们就有个方法就说在理论侧对他进行一个初步鉴定 啊 就那么他的核心关键就是相对 由于在我国 我们现在想阵亡 由于在我国正统的意识形态是 啊 马列毛主义吗 是一个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正统意识形态 所以 他们会偏你知道吗他们会偏如果说他们往 啊 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那个方向去偏的话往那方去偏斜的话 啊 就往一种文人气的是不是往知识分子侧 往知识分子侧往文化侧往哲学 博尔乔亚的左翼知识分子 但是事实上他是自由主义者 博尔乔亚的 左翼 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事实上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但是他为什么他得借西马来说话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正统意识形态 他没法直接了当的说他是自由主义者 明白吗 他没法直接了当说他是自由主义者 他又要去通过 自识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来 分有一定的话语权 来分有话语权 分有一定的话语权 所以我们说在这里上他至少是行动的 他具有一个潜在的行动性 他知道这个话 他自由主义的话不能直接说 他得闹着弯说 搭着一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 色彩来说 我们就是相对位置 所以他相对位置相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呢 他是偏 偏自由主义侧的 偏 自由主义侧 所以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 他是那个自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的 自由主义侧 自由主义侧 然后 他们 走到激进的话 我再再说一个 走到激进的话就比如说他 起码也不讲的开始讲 德勒兹 开始讲尼采 这样的 那么这些家伙呢基本上是一个 民粹主义派 民粹主义派系 加尹号的极左的民粹主义派系 但是他 但是这个时候他就是说和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是 但是他会说他是唯物主义啊 Discursive Materialism 是一种话语性的唯物主义 Discursive Materialism 他既然继续会有一个唯物主义头衔但是他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然后 往右边呢 这个就是加尹号的往左边边 那往右边呢 往右边的话 其实这些人是保守主义 实际上是威权主义 保守主义 实际上是保守主义 或者说是其实反动的 反动主义者 但是由于他也要沾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 色彩 所以他会自己宣称他自己 宣称是比如说 比如说 苏东的马克思主义 他会宣称自己是苏东马克思主义 东欧的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都是嘴巴玩家 这些人都是嘴巴玩家 嘴巴玩家 他实际上他是保守主义者 也就是说实际上他是一个 如果这种人啊 放在 放在历史变化的时代 古代的时候 他就是僧 就是 僧侣或者说封建 地主 封建统治者 你知道吗 他实际上就是 地主和贵族的利益代言的人 但是他 他由于我们的正统一行 那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这些人在宣扬他的利益诉求的时候 那他就会说哎我支持的是 呃这个 斯大林那一套 前苏联那一套 你明白吗 就是他 不是前苏联就是说 斯大林那一套 啊 就所谓 Totalitarianism那一套 他就说我是苏东马克思主义 我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所谓的东 苏东的马克思主义 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 啊 所以这些家伙实际上是 啊 保守主义 或者说他是 挺 可以说是专制主义啊 这家伙实际上是专制主义者 挺 极端的专制主义者 啊 我告诉你这些家伙呢 就是说他们都是嘴巴选手 但是呢 就是说 他 他做事情的差别 他做事情的差别就是分权享乐 分权 然后就是 蹭名号 这家伙分权然后蹭名号 蹭个名头 然后攒 攒个 攒一个 攒一个 攒一个头鞋吗 或者攒一个符号 他是投机性很很很很严重的 这这一侧啊 投机性 击中 投机性击中啊 投机性 输生性 击中 他们是有后路的 这帮都有后路的 家里面 一般都比较有钱 有后路 就随随随地可以回去做小小资人联集的 那么这一侧呢 他是 喜欢 专权 喜欢抢权 喜欢抢权 权欲比较重 这次权欲比较重 然后他不是想要他 他 禁欲 喜欢禁欲 比较禁欲主义 然后呢 他的江湖气 江湖黑道大哥那个江湖气 极重 有些要做做老大 对吧 江湖气 很重 我们说他 他的那种就是 废气 重啊 对他不是投机性 他是什么性 他是一个报复性很强 报复性很强 啊他就想去报复 想去仇恨要宣泄 所以这些人呢 他是就是说 逞一个痛快 寻一个痛快 寻一个痛快 他那他不是蹭名头了 他是舔刀口 舔刀口 啊 这些人 他 一般往往没有后路 没有后路 啊 没有后路 啊 那他就说 他有 有就说 有这个 我需要 我要对称的这个后路 用什么对称 有一个 后对钱呀 钱口 啊 不是后路的就是切口好吧 切口这些人喜欢说切口 废气吗 他用他是后路 他是往往有后路 这些人是喜欢 玩切口 有江湖作词 或者说有作词 有这个江湖 就是这两批人啊 这两批人 但是说 这两批人的话就是 我们认为他都 这个是 事实上是布尔乔亚的 自由主义的左翼 但是他都是失忆的 失忆的小人物 失忆知识分子 这个其实也是失忆知识分子 这个失忆知识分子 往往是他失忆到是没有办法进入到 资本主义 高盈利啊 就是高利润行业 这个失忆 这个失忆是失忆在财 没办法漏到钱 星星点点有钱 这个失忆是 这个也是失忆知识分子 他是失忆在什么 失忆在没有混到那个高 就是 有很有权势的 大权势 他没有混到权势 所以他 他就在权 这两批人他妈的他要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事实上这些家伙呢都是 并不是 就是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你知道吧 他好多都知识分子 受过良好教育的都是 心里面都是想要做人上人 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追求 要做人上人 他并不认为自己是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部分 或者他自认为是无产阶级部分 让他劳动 或者让他就是放下他那个理论水平 不经现实检验就想去随意指挥的那个那个那个派头 那个特权要放弃这个特权他不愿意放弃 他好多就是空空挥着手上的一个理论的一个支票 或者一个是是是是是纸就要去 测定或者需要去对付 现实就去指挥来指挥去他其实没有工作经验 他都是想做人上人这两批啊这两批那么 虽然这这两批人都是 或者这个保守局还 这个 偏右的这个保守局就是还会是一些比较就是说 呃 大规模 大 啊崇拜 崇拜一个大规模建制就是 大规模建制运动啊 由建制发起大规模运动 他会崇拜由建制发起大规模运动 啊但是大这个大规模运动 他就是说比如说是那个 CR 他就会崇拜这个东西 他崇拜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他 喜欢说他要 要让 无参纪 从中 获得 获得解放性的这个发展性的这个 帮助 他崇拜这个东西是因为这个东西在他心目中 就是是一个很强大的诠释 里面有那种什么 呃 炸炸 就本来就是一个小的作家或者本来只是一个小的什么什么 呃什么一个 一下子 就 有很大滔天的诠释 懂吗 他们会崇拜这种大规模运动 并不是说因为这种大规模运动真的是能够 呃 在理论上或者在现实当中我们去分析他他是如何能够使得这个 而是由于这种大规 他是而是由于这是由建制引起的大规模运动 他崇拜他就是牧权你知道吗 所以这这些事是是 打着我们的 甚至有的时候他会 自居是毛主义者 他都打着这种旗号打这种幌子的假毛主义者 他像是牧强牧权 他想想 他是做个小人物一下子翻身上去 在一个运动中一下翻身上去做大人物 就这种人 所以这种人呢他放到一个一般的 其他的 呃 或者放到古代或者放在他就是保守主义者 他实质上就是保守主义者 明白吗 他实质上是保守主义者 所以这两批人呢 他一旦进入到现实的 行动活动当中去大家一起组织 呃就是 看看书或者说怎么怎么样的 他们就会 就会显示这种特点 也就是实质上他们不是一路人 实际上这些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人通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是生在一个 他们通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只是生在一个马克思主义 呃 占了意识形态 制高点 或者说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个基本框架 啊 或者说 甚至说他不是个制高点 他是疫情态的一个这个入门门槛 入门门槛啊 或者说是个合法框架 这些人为了讲他自己的故事 他就要凑 蹭马克思主义里面的 叙事 蹭马克思主义里面的 话语符号 啊他越是这样 激烈的鼓吹越是这样 就是实际上他们的底色都是 啊 失忆知识分子投机 失忆的 投机的知识分子 投机或者说这个是 啊 发泄 投机或者发泄性的知识分子 啊 他只是失忆的投机或发泄性的知识分子 你说他们就是说 呃他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 他他他不会去领导组织联络 they won't do this kind of job 他们也没有能力真正的去和 呃 吴帅基基 发生这种关联 他可以就不说你合法的发生这种关联 就是说加入建制 啊去做扶贫干部或者怎么样的 他不愿意错 懂吗 他们不愿意做 他们就算比如说他就算加入了他去做的时候他他玩这一套 他也不是说真正为了就是说让老百姓让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切实的维护的 不是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是要么就是 上面就是说 啊 自由一点散漫一点 享乐一点 要么下面一点就是说 爽一点 我露到权有权势可以影响控制别人做江湖大哥的滋味 所以这是个相对关系啊 我们相对于一个基准点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准点 判断他往左侧移 这个其实假的左侧啊就是往投机性的那个那个冒险性的内侧移 那他就是这个 那他往一个 专制性的保守性的内侧移 那他就是这个 他是个相对关系 因为这都是嘴巴上叫嘛 你明白吗 因为这都是有为什么我说这是个相对关系是起作 因为这些人通通没有实践呀 他们通通没有实践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那个实践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践 真正的就是 这个实践就是 我来组成头部 这个实践就是我来组成头部 他没有这个意义上的实践 我来组成头部让其他东西来组成身体或者说 啊 对吗 他他没有他成为子弹头或者说刀尖他没有呀 啊 所以说他们的立场啊 他们的立场实际上 嘴巴上这种立场实际上要转一下 要转异一下 要转一下 明白吗 你不能直接去解读自己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讲 绝大部分的鼓吹什么精神分析什么西马呀 或者说这种 啊 现在都是自由主义者 他真正应该去宣扬的应该是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想家 懂吗 啊 那么 但是就是他就不能大规模的发声或者说他不他就是认同上就是感觉自己不是一个 啊 那么这这一批呢就是说他实际上他他他他就会崇拜那些有强权的 啊什么 你懂吗他又会崇拜那种 you know you understand 我们并不是说这些这些理论啊就是说 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他是在西欧 举个例子 他在西欧 直接是用来指导运动的 指导运动的 他 他 肯定有起马克思主义底色 他在西欧如果他和 运动和实际 实践现实结合在一起 他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他一定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动 实践 和话语权能说话的一个权利念他的歪金 他就是把 把这个基础能往边上去偏移 所以他的目的是是把你往那边移 而不是说他站住这边不动 明白啊他不是说站住这边不动 啊 他要站住这边不动 他 不是说靠理论上 他不是靠理论就能站住不动的 他一定要靠现实要靠现实来锚定 要靠现实来锚定 你知道吗 有现实的你是组织组织你的你内部组织组织原则你的外部的 外部的行动行动的方式 就 就我看的多了我直接他妈的就知道这个什么玩意 就马克思主义 只是这些人的皮啊 只是这些小孩的皮啊 这些 穷学生失忆的失忆的一些什么 学生的一些小白领的他们的幻想的皮 那骨子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呀 骨子马克思主义者你要组成头部啊 我来组成头部啊 你现实的组成头部变成子弹 这个战斗部啊我们就举个例子就像他成为他的战斗部成为一个导弹或者一个子弹或者炮弹的战斗部 越他要有 他又 you know他要有leadership啊you know 你没有呀你是个屁啊你假的你冒牌货 好那就讲到这边我们就讲到这里好吧